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海外从零到一键利,独立站品牌的运营推广体系,一,搜索引擎,海外搜索引擎,主要有Google,Yahoo,Bing,特别是Google SEO优化,全球搜索份额,排名前市中有7个是Google及部分国家版本,搜索引擎,主要考察SEO及投入付费广告,同步进行。 这个投入的比例,需要按照网站时间和销售情况阶段不同,按自己实际需求投放,最好做好,起码一年以上的投放规划和方案。 二,社交媒体,在移动互联网时代,社交媒体成为网络营销的重要渠道,外贸商家想拓展海外市场。 海外社交媒体运营是必不可少的推广渠道,有些商家认为,社交媒体适合打造品牌和影响用户,并不能产生真正的购买行为。 但事实并非如此,反而很多消费者,在社交媒体上,看到感兴趣的产品,会去搜索引擎,去寻找这个产品的购买渠道。 当然,如果玩转社交媒体,以达到品牌影响力,并转化为购买力,也是需要非常专业的分析和运营。 国外常用的社交媒体,例如Facebook,LinkedIn,Twitter,Pinterest,Instagram等。 三,视频营销。 视频和短视频盛行的年代。 视频营销,对于很多商家都是一个很重要推广渠道。 在国外的视频网站,比如有海外最大视频社媒YouTube,视频营销也是需要有技巧的。 当然首先是视频的拍摄质量,其次是关键词如何布局,标题如何写等,都需要去认真策划。 四,网红营销。 在上述的社交媒体,亦或是视频营销,我们应该会立即想到网红营销。 网红在国内叫做KOL,国外称之为Influencer。 目前越来越多的商家或品牌方开始,青睐Influencer推广。 依靠有影响力的网红,传递产品和品牌信息,吸引潜在受众,获得转化。 海外市场也不例外,2019年,中国海外市场网红营销总支出,达到了65亿美金。 现如今网红已经成为外贸企业。 跨境卖家争相布局,海外市场的重要砝码,网红推广为出海企业带来的品牌效果,十分显著。 由当地Influencer背书的品牌,将更容易被海外目标用户所认可。 网红营销的优势在于,他们受众已经存在,并且如果正确地使用它,这些受众就不会将商家的品牌视为广告。 网红可以将品牌介绍给成千上万的粉丝群体。 商家无需在测试和寻找受众群体上投入非常多无效的费用。 他们越熟悉你的品牌和产品,他们以后购买您的产品或服务的机会就越大。 那么商家在选择合作的网红的时候,也是需要有各方面的考量。 比如我们在选择网红的时候,也要考虑到公司品牌的受众群体和网红专注的领域和形象, 还有他们的粉丝群体的属性。 因为每个网红的粉丝量和收费都是有不同标准的。 商家在选择网红的时候,也是需要有投入和回报率的考量。 Budtrades拥有欧洲强大的数据库。 不同领域不同类别的网红,可以根据每个商家不同的产品类别和预算,推荐不同的网红合作,以达到最合理的投资和回报。 5.其他推广渠道 除了以上几个主流推广方式,作为海外卖家,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行业论坛去发布文章,提高活跃度来到底推广产品的目的。 还有邮件推广。 欧美人群对于邮件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,很多交流或者营销都通过邮件的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筛选,有效客户进行邮件营销,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。 作为独立站卖家,要针对自己的产品属性,有效地对每个推广渠道进行合理分配组合,做好短期和长期的推广规划,计算好投资回报率,这样才能达到品牌曝光和产生销售的营销目的。